不只用冰雹火箭炮狂轰乌克兰哈尔科夫 俄罗斯黑海舰队还公布用K300P零薄反舰系控 发射P800搞马脑超音速反舰巡航飞弹的画面大秀肌肉 同时还继续朝乌东乌南的地孽波罗以火箭炮加压攻势 从5月初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北哈尔科夫加大攻击后 乌军前线激战战线拉得更长 最新一起遭到俄罗斯火箭弹轰炸的就在东南大城地孽波罗 民宅大门都被震到凹陷 家中玻璃碎满地窗户天花板都掉下来 有人还顾不得穿衣服急忙逃生 这波攻击造成地孽波罗至少7人受伤 甚至还包含刚满月的小婴儿 另外还有16栋的建物毁损 根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统计 过去两天俄乌基战区包含阿夫迪夫卡 巴赫姆特以及更往北一点的席维斯克 更传出俄军片面宣称夺下了席维斯克附近的小村庄 伊万尼夫斯凯掌握了南北交通要道 但传出有俄军将领开始抱怨 乌克兰的先进无人机越来越难打 就连乌克兰总统泽恩斯基都大赞 无人机比西方军员还可靠 因此现在乌克兰是动员全民 不分老少动手DIY组装 想想你十岁的时候在干嘛 这名乌克兰的十岁女童 已经学会坐无人机支援前线 不只她在组装无人机 但她四岁的哥哥还发明了电动单架 能够帮助运送商兵 已经在战场上使用 小小年纪已经懂得自制武器作战 老的也不逊色 72岁的退役化学兵阿贝 收到零件包之后就闭门赶工组装无人机 寄回之后还会有志工再检查一次 没问题就会直送前线 而且还会回传无人机的作战画面给志工 让大家觉得自己真的有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 乌克兰靠着自制无人机自救 就是因为外部因素变化太大 谁都难以保证军援不会断 尤其是欧洲议会马上就要进行改选 利平连任的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继续打挺乌抗恶牌 而乌克兰主导在瑞士主办的和平峰会 也将在6月15号登场 尽管美国确定是派副总统贺锦丽出席 而不是拜登 但是拜登确定在出访法国期间 会和泽伦斯基会面两次 势必再谈军援进度 TVBS新闻综合播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